好 如果持續帶你來關心在北檢外頭的最新狀況 我們現在在北檢外頭這裡 其實就可以看到重重的警力 是將這個不礙路給包圍了起來 包括四周圍還有這個前後的這個位子 現在車都是進不來的 那如果行人是要來通過的話也是沒有辦法的 因為在這個路口警察呢都會在現場來查驗身份 甚至你要出示通知單或是相關的證件 才是有可能進得來 那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小草想要闖進這邊幾乎是不可能的 那這一次呢我們目前還沒有看到 有任何的小草有集結的狀況 他們也是有來申請集會遊行的這個地方的 但是地點呢是在愛國西路上 現在都還沒有小草有集結的情形 但是在剛剛稍早之前 媒體人毛家慶一度呢是在現場的情緒激動 那警方呢也是趕緊出動是將他驅離了 就連他已經這個休息過之後 平復下來之後他想要來到北檢前 把車給移走 當時呢警方也是相當的戒備 非常多的警力圍著他 直到他把車開走了才散去 那現場我們也看到非常多的警力 這次是出動了六個分局 四百多名的警力來到這邊來介護 那包括是可以看到警察局長 還有分局長跟這個督察組長 也通通都是來到現場作證的 會這麼緊張呢主要就是因為這個館長陳之翰 他先前曾經放話過說 如果柯文哲再被關的話 那他會號召比上一次還要多十倍 甚至是百倍的這個小草來到北檢這邊來集會 所以呢這次警方也是全力的來這個現場為安 不敢掉以輕刑 以上將斜盡頭先交還給碰內主播